美国南方音乐节越玩越热闹 而且更特别的是这一次国际之夜 还看得到台湾艺人的身影 除了展场内的表演还整区封街 让独立音乐人有表演的空间 就连德州牛奶牛仔也骑着马来欣赏 像是在开大型的音乐会一样 也因为到处封街用脚踩的脚踏 计程车最方便了 还有在牧场工作的牛仔是改机铁马赚外快 音浪太强不得不晃 西班牙中摇滚又多嗨 牛仔升骑白马挤进车道听歌 还有隐藏版 好玩 德州牛仔真的很忙 这次不骑马而是骑铁马 带您游市区 Jeff可是驾驾的牛仔 平常就在牧场工作 南方音乐节期间 他特别踩着粉红色脚踏计程车 带大家找好音乐 揭晓鼓声响起 行人身体跟着打节奏 机器人也加入切磋鼓翼 只要有才不怕找不到知音 哪把吉他洗地而坐 也有人为你疯狂 德州政府封街为独立音乐家创造舞台 台湾歌手黎猫在国际之夜受邀演出 在台上速度转过头和乐手沟通 有点卡卡 其实幕后台湾积极努力 专家也在国际论坛当中 分析亚洲跟美国的音乐市场 但是平台有了 还得有艺人全力配合 才能够创造更宽广的未来 记者向黄君豪 美国德州采访報導